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7月3日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暴 我是Jennifer 今天我们首先来细数一下被老外糟蹋的9位女明星们 张子怡作为国内的一线女性 虽然演技了得 但是情史也相当丰富 除了霍启山 萨贝宁和现任老公汪峰之外 最出名的莫过于张子怡的外国男友Vivi了 两人甚至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不过后来两人还是分道扬镳 据说是因为Vivi要求张子怡签订一份婚前合约 如果两人离婚 张子怡将无权分割Vivi的财产净身出户 于是张子怡就决定跟Vivi分手 论知名度来说 张子怡在这些被老外糟蹋的女性里 也应该算是第一名了 1996年 林静在拍摄电影《红河谷》时 与美国演员保罗克赛相识 四年初结婚 1998年儿子雷娜出生 2011年 林静首度承认因为文化差异 已与保罗克赛离婚 看来林静的这桩婚姻并不是那么的美好 以至于后来她都不想提及这段往事 也算是被老外糟蹋得很不愉快的一位了 孟广美从模特到主持再到演员 全面发展的孟广美应该算很有天赋 拿想情商却很低 前年她被同居四年的意大利男友骗财骗色 当时她自称被旧爱拉到地狱最底层 要退驻月租9万元爱潮 停工保时捷及奔驰跑车 还由香港搬去北京 出入坐公交车 被老外糟蹋的女心也算是她一个 袁立与加拿大律师林博文相恋 但两人因为文化地狱的问题也是经常争吵 之前袁立为了她放弃了部分事业 选择去美国生活 但是因为长期吵架的原因文化的冲突 最终她在2013年选择回国发展 袁立的机场照明显发福 并且十分憔悴毫无光泽 于是流言蜚语甚嚣尘上 袁立被家暴的声音流传坊间 这段恋情也算属于被老外糟蹋的 割后维维与瑞典老公成婚 婚后日子并不十分惬意 她和丈夫两人的对立重重 但是两人也是有了三个爱情的结晶 这也致使后来两人在争夺三个孩子的监护权 而引起一场闹剧 据说维维的老公甚至在她的车上动了手脚 虽然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曾经的夫妻闹成这样 曾经的割后被老外糟蹋成这样 也是令人唏嘘不已 李勤进曾有过三段婚姻 三任丈夫都是外国人 其中有日本人 美国人和法国人 与第一任日本丈夫还育有一子 虽然三嫁老外都是以离婚收场 但是成了单亲妈妈的李勤进还是直言 和中国男人在一起没有生活 更谈不上有幸福感 所以她打死也不会嫁给中国男人 网友不禁想问被老外糟蹋得这么惨 为什么还是不肯嫁给中国男人呢 乌俊梅当年单枪匹马闯进了好莱坞 在24岁就被评为全球最美50人 28岁就成为奥斯卡金像奖终身评委 没想到她却依然嫁给了一位大她12岁的无名导演 至今乌俊梅已经和丈夫携手走过了20多年 但是膝下却没有一儿半女 曾经乌俊梅尝试过通过试管手术来怀孕 但是求子亲切的她做了9次人工受孕都没有成功 现在的乌俊梅已经52岁了 但是仍然未孕 娱乐圈里现在不仅是内地女明星喜欢嫁给假富豪 连港澳的女明星也开始赶这个潮流了吗 离开黎明之后的乐俊儿 这不就被港媒爆出来 商人老公原来有着欠债3000万元的前科 大家最开始认识乐俊儿 多半就是她和天王黎明的婚姻 乐俊儿其实也是一名很有个性的名模 身材放在娱乐圈里算是数一数二的 否则也不会让天王败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了 后来因为乐俊儿疑似龙兄又取出假体 所以港媒曾经给她起了一个外号拆弹专家 所以当时离乐恋曝光后 天王粉丝都不好了 这个女人装胸又拆胸 怎么能当我们的嫂子呢 但这并不能让偶像脱离爱的苦海 反而两个人爱到激烈时 还被拍下经典性的不可描述 字里行间给了一种正在看安小时小黄片的错语 这段婚姻却没有维持多久 2008年3月结婚 2012年10月就离离婚匆匆收场 至于离婚原因则是各说各的 黎明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两人生活理念有分歧 据说是一觉得乐俊儿上不了台面 二是嫌弃她的胸部等部位有纹身 还有一种说法是乐俊儿有了新欢 恋上了浪漫奔放的纽西兰情郎 铁了心要离开黎明 但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普遍认同 黎明砸在乐俊儿身上的钱全部打了水漂 天王不愧是天王 就连恋爱结婚也是走的随便买随便花随便送的霸道总裁路线 仔细算一下这笔账 结婚四年期间 黎明送出了5000万的房子 4000万的游艇 1000万的兵力 5亿的旧金山物业和2亿现金 再加上乐俊儿爱整容 龙兄 风臀 受邀都尝试了一遍 可以说是花钱如流水 所以媒体对他俩的形容 不是乐俊儿败光的7.5亿 就是黎明花钱不讨好 后来的后来 两人又分别结婚生子 黎明和女助手阿威去年生下了一个女儿 而乐俊儿也在2017年嫁给了商人印 今年宣布生了一个儿子 如果故事在这里停止 那么离婚后的两个人也算是好聚好散 又一次找到了幸福的戏码 然而谁又猜得到乐俊儿老公却被港媒打假了呢 乐俊儿的老公印 据传是一名从事有机食物生意的圈外富豪 由于过于低调 印的身份没有更多信息 只知道乐俊儿和他相识十多年 通过瑜伽爱好成为了朋友 交往了将近两年 日常就是一起到世界各地去做瑜伽冲浪 而在港媒的打假中 印也曾有过一段失败婚姻的男同学 期间他因为经营不善欠债3000万元后 穷到申请了破产 感情失业双失败 印又是怎么样在短短几年内东山再起 从破产后变成了富商的呢 港媒认为这是因为乐俊儿的不离不弃 大笔出手拯救了丈夫的事业 共度难关 对于乐俊儿替夫还钱的行为 网友也要打一个问号 他哪来那么多的钱 和黎明离婚后 虽然有媒体称 乐俊儿拿走了高达一个亿的分手费 包括5000万现金和6000万旧金山的房产 但是这都被乐俊儿否认了 不是我 我没有 我没拿 他唯一承认的拿到的钱不到千万 然后和他相关新闻都是和钱有关 要么就是节俭的住廉价酒店 要么就是穷到买20货 还有媒体大胆的猜想 莫非这就是乐俊儿老公不经常露面的原因 毕竟从乐俊儿生下儿子后 老公硬只在乐俊儿的社交平台中出现过一次 每生儿子前夫妻合体时 媒体用的也是罕见两个字来形容 至于是因为有钱科不敢露面 还是因为害羞呢 也不能直接下结论 细数这些偏爱假富豪的女性们 今年年初 秦格格王燕老公王志才欠下了1400万新元赌债 换算一下得6900万元人民币 而张雨琪更堪称是励志及有假富豪的代表 二婚老公袁八元曾在2010年的追赖大行动中被点名 还被赌场追债 连私人飞机房产都是足的 而新男友张前豪虽然身份听上去很光鲜 是天后投资Tophold创始人 然而却被爆料只是个江湖骗子 前几天 啥热闹都要凑的黄一青也来踩了一脚 说是张雨琪被张前豪骗财又骗色 连赡养费都被卷光光 港台这边呢 当林峰的唐妹妹林夏威嫁人的时候 嫁给了比自己大15岁的莫赞生 号称是金融财俊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土木工程里学士 担任多间上市公司的高层 身价超过20亿 然而婚后不到三天 就有香港网友爆料 林夏威老公欠债不还 2018年底 甚至还被人在街头贴大字报追债 这些女星的假富豪老公们的巴皮 真是一个比一个惨烈啊 女明星和豪门的搭配早就不足为奇 然而豪门媳妇哪是那么容易当的 美貌与智慧少了一者都不行 嫁豪门有风险 有的人就能慧眼石珠 找到一个体贴又专情的小奶狗 然而我们看到更多的案例 却是看走了眼 最终嫁给了假富豪 其实吧 嫁给普通人也罢 嫁给有钱人也罢 与其信奉女人嫁得好 还不如践行女人干得好 才是真的好 来得实在 这样就算是看走了眼 也能像刘涛一样说付出就付出 帮老公还钱 替老公赚钱 吸金能力不次于王柯这个富豪 照样迎来幸福的大结局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娱乐风暴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台湾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那你会发 打赏 这样的